我们会用最严谨的态度来处理228事件的责任归属 228事件届满70周年 这也是总统蔡英文执政后的第一个228 她出席228中枢纪念仪式宣布启动国家转型正义的调查报告 国家档案局也将启动新一波的政治档案整理计划 所有关于228事件以及白色恐怖时期的自白笔录 根肩汉决公文书都清查出来 并且进行内容的判读 作为撰写国家转型正义调查报告的基础 蔡总统出面捍卫表示将持续调查真相 并且颁发回复名誉证书给受难者的家属 希望能够抚平历史伤痕 一连串的政策宣示强调转型正义的决心 而去年因为挑战一日双塔缺席中枢纪念仪式的台北市长柯文哲 今年也特别出席追悼 我们应当采用一种正面的态度 面对问题解决问题 也预防问题在以后的日子再出现 而不是制造更多的问题来困扰彼此 不过看看蔡英文228这一天 早午晚共参加了三个相关的行程 早上先是出席义光长老教会228林家骂孙追思的礼拜 这也是他今年首度以总统的身份出席这场活动 却遇上民众场外小抗议 前民进党主席林一雄每年228也都会回来义光教会 现在如何看新政府上任后的228林一雄避而不答 毕竟蔡英文上任后积极推动转型正义 这次228一连串的政策宣誓和活动 能否真正落实转型正义 还是引发更多对立 外界都很关注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